澳门百里集团中国总部珠海开幕仪式 继澳门葡萄牙葡萄酒商会中国办事处 11月20日正式揭牌 近200位中仆政商界、文化界及葡萄酒业界的嘉宾出席 希望我们在这么好的时代下 公民加强合作 我们相信这方面开拓的前途还是很好的 近年来随着中普经贸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 使澳门桥梁作用越发重要 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百里集团2015年起进军普玉系国家 并于2017年在澳门设立葡萄牙葡萄酒展览中心 百里集团董事长林玉表示 一带一路越走越宽 普玉系国家经贸平台也越做越大 在未来 商会将不断助力诸澳发展 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力量 推动及深化中国与葡萄牙 乃至普玉系国家的交流合作 同时也希望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以及粤澳恒情深度合作区的发展建设 社会和澳门的经营商人 要对内地政府内地的运作 要增加信心 总之一句话来说日子 会一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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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